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說一下烏克蘭最新的局勢 以及中國俄羅斯 西溫國家的國力 上面的關係是怎樣 大家知道這個G7就在日本的港島那裏舉行 已經閉了幕了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 烏克蘭的總統 習近平 事先張揚 就說要去那裏 跟G7的成員國 也都包括一個擴大會議 比如印度、巴西那些 領袖見面 得到相當 封石的成果 可以這樣說 美國宣布加碼 提供 更加多的 這個軍火的援助 讓他可以發動一個 春季的大攻勢 同時 其他國家 跟俄羅斯 和中國的關係比較密切 都算是大國 印度、巴西那些 經濟實力都不錯的國家 習近平也有機會 直接面對面 跟他們交談 希望他們可以 在這個問題上 搞清楚自己的立場 對於一個國家 用武力的方法 用軍事的力量 去侵略 另一個國家的主權國 的主權 以掠奪他們的領土 希望他們可以 無論在道義上 實質上 都可以給 烏克蘭 有更 強力的援助 我覺得這個就是 澤連斯基去到 這個 港島 最大的成果 另一方面 其實早前 中國也派了特使 去 烏克蘭 看到澤連斯基 但是 澤連斯基很強調 是不可以用 這個領土來 換取和平 即是 被人佔領了的領土 一定要 這個侵略者 要撤出這個領土 才有機會達致和平 中國這個所謂滑船 暫時來說 是得不到任何成果的 但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有幾個星期前 也都說過 其實 中國在表面上 雖然是 和 俄羅斯的盟友 可以這樣說 甚至是 即是攬頭攬頸 也都 說是沒有上限的 他們大家之間的 關係是沒有上限的 看不到頂 但是大家知道 國際的關係 大國之間的 一定是一種 以如我詐的 比拼 中國是俄羅斯的盟友 表面上 中國是俄羅斯的盟友 中國是完全沒有譴責 俄羅斯去入侵 烏克蘭 好像站在俄羅斯那邊 但實際上 中國做了什麼呢 在G7 G7 舉行的同時 中國也舉行了 中國 中亞峰會 我都說過了 昨天 他大撒幣 260億 人民幣 去無償援助這些國家 這五個中亞國家 當然是搭檔了 有錢收 天一半地一半 有多少自己下袋 不知道 外面也是無從估計 在中國雖然有 很多言論上的管制 但實際上大家都很躁動 剛剛 說得這麼巧 我26歲的銀行存款有多少 在網上瘋傳 有些人說 你大撒幣260億 我銀行存款只剩下1.17 人民幣 大哥 你是不是罕我們之蓋 用了我們的錢 去拉攏國家 但實際上 這也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 戰略的一部分 叫做什麼呢 趁俄羅斯病 拿俄羅斯命 這五個中亞國家 其實傳統上 說在古時 是 中國的中土 勢力範圍 很多人都說過 以前這些國家 即使不是直接由中土管制 他也是中國的 朝貢國 即是 碎碎來朝 中國就很簡單 要宣揚國威 不一定要直接管制你的 只要你的領袖 去臣服於 這個中土 他的皇帝 來到這裡 三夫萬歲 然後拿你的土特產 土特產就可以了 去給你這個皇帝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朝貢國 這五個國家都是朝貢國 但是今天 不但不需要向中國朝貢 還有錢收 有錢袋袋袋 多麼正 在這個 中國 中亞峰會的開幕式裏面 那種豪華 極盡奢華 發映到這個 中土盛世 那樣東西 在西安這個古都 去show 給這些國家看 你看看我們現在 幾點 你們來 我不單不需要你向我們朝貢 反而我給錢 無償援助給你 想到 中亞國家的領袖 就不得了 搭了 大堂 在古時 是中國 中國的中土的勢力範圍 但是近世 就是 這幾個國家 全部大家都知道 就是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蘇聯解體之後 他們紛紛宣佈獨立 雖然 駐法國的 領事 盧沙野 撒野的時候 就說 接受法國媒體訪問 這些國家 其實 他的獨立 他的主權 沒有國際 條約 他認可 所以 他的主權 是不是獨立 也成了問題 引來 歐洲 北歐 波羅的海三小國 很大反應 中國 和盧沙野 或清界線 這些國家 中華國家 正正是 跟蘇聯脫離出來的 加盟共和國 他們沒有 主權 獨立的地位 在中國眼中 當然有 如果不是 怎麼會跟你 有那麼多的交往 所以 盧沙野 其實就是 完全破壞了 中國 在國際的 形勢的大局 好了 很明顯 本來俄羅斯 是這五個國家 的 盟主 即是 國往的蘇聯 即是 今天也是 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但是今天俄羅斯 打烏克蘭這場仗 陷入了一個極大的泥沼裏 無論是軍事 極大失利 打了一年多 根本一點好處都拿不到 這個春季的大攻勢 我想 習近平 會很猛烈 會把俄羅斯 有機會 習近平說 在今年 要把俄羅斯趕走 在 這個軍事上 陷入了泥沼裏 在西方的全面 全方 全天候的經濟制裁 底下 令到經濟都陷入泥沼裏 本來一直說 中和關係 俄是爹 所以一直說俄爹 但是 當 兩國領導人見了面之後 你看見 普京 應對習近平的 來訪 那種態度 由俄爹變了俄孫 中國在 中和關係上 佔了上風 你看到 普京陷入了這個戰爭和經濟 政治的泥沼裏面 回不了身的時候 他越日益依賴中國 在經濟上面 在軍事上面 在政治上面 對你的聲援 但是中國現在今天 還是 口位而實不至 很多的東西 尤其在軍事上面 外於西方 金晶火眼 盯緊你 夠膽就提供武器 我一定會制裁你 情況下中國是外面不動 用很多間接的方法 可能在晶片的問題上 這個無人機 提供給你 等等 用盡任何方法避開中國 這種提供武器的證據 被西方抓住 但是 中國趁你病 拿你命 本來是傳統的 俄國的勢力範圍 這個中亞的五角 在這個中亞 峰會裏面 中國 納入了 他的勢力範圍 叫你長腳 叫你 令到你 即 俄羅斯這樣 沒有錢 在軍事和政治上面 對他們提供不到任何的利益 只有中國可以做 所以中國表面上 好像是俄國的盟友 但是普京 在這次 打烏克蘭這場仗 明顯是計錯了 中國 中國 所謂的盟友 跟你的交往 完全 沒有上限 不會封頂 這個口號 實際上 你看得到 即使自己的國力 即使自己的錢 都不是很鬆動 我都說 縣市 有些鄉鎮 連公務員的申稅都發不了 他都要 拿大塊錢出來 去 給 在 中 五角 就是把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納入了中國的勢力範圍 這一點 是很重要的 當 似乎現在中國的關係倒轉過來 以前 蘇聯是老大哥 中國是小弟弟 然後中國人笑 俄羅斯是 俄爹 不是只是老大哥和小弟弟 只是老爸和兒子的關係 今天已經變成俄孫 是阿爺和孫的關係 俄羅斯在這裏 國力 一直衰退 在俄國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到國際政治是很殘酷的 這個西方世界 未必一定是想這場仗馬上結束 藉此 用來消耗 俄羅斯的 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 就好像當年 在星球大戰 就是列根年代 搞這個星球大戰計劃 去消耗蘇聯的 經濟和軍事力量一樣 就是那時候開始 整個蘇聯已經開始 陷入一個解體的前奏曲 你和美國鬥 你豈不是 說實在這裏 你夠錢嗎 你夠軍力嗎 你就是鬥吧 今天你打這場仗 自己是自焦滅亡的 不單只是 西方世界 和你 一路磨一路損耗你的軍事經濟力量 中國 看準這個機會 都是一樣 我都一早說過中國是不想這場仗 很快結束 一路是慢慢 令到 俄羅斯 即使你不是說要崩潰 中國的大內宣 或者大外宣都說 因為這個北洋 東曠 已經踩到俄羅斯的門口 如果俄羅斯不反擊的話 俄羅斯就 分分鐘被西方吞併了 如果被西方吞併了的話 被西方打敗了 下一個就輪到中國了 這個就是中國的大內宣的說法 但其實完全是錯了 中國的算盤都不是這樣打 中國的算盤就是 即使你俄羅斯不是全面崩潰 你的國力是消耗到 你不得不全面依賴中國 中國在 這個中和關係 那裏 是取得越來越多的好處 這個就是 中國自己的算盤 和西方的算盤 某程度上是有點靠近 不過中國的取態不同 中國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西方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次 有人形容 在這場戰爭打了年多的今天 這個中國中亞峰會 在俄羅斯背後插了一刀 俄羅斯因為要依賴中國 他沒有辦法 在這個問題上 都不敢的 一句話都不敢說 即使將他 他本來是傳統的俄羅斯的實力範圍 立在中國 他都不敢的 因為 我要靠你 跟著長暢點打下去 即使 現在中國這個取態 他聰明的地方就是 當 這個 扎蓮斯基接受了西方的武器的援助 軍事的援助 全面反攻 我想 很快的 可能有機會把俄羅斯 踢走 在他的領土範圍外面 這就叫做 戰爭的勝利 中國都可以 領功的 我說我是做和平特使 你看 雖然我說跟俄羅斯關係好 不過我都沒有在軍事上 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令到這場戰爭惡化 在 俄羅斯 烏克蘭的戰爭裡面 最後達到和平 中國都可以 領功的 可以佔有一直之地 中國在 國際的關係上 是走這一種路線 一種相當 你說他是靈活 或者是相當狡猾的路線 都可以 習蓮斯基 和習近平通話的時候 對中國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希望他在和平 結束戰爭 大致和平 希望他盡力量 所以他派 特使 去到烏克蘭去做這件事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 這場戰爭我覺得 贏家 在 中俄的關係上 贏家一定是中國 因為俄羅斯的 國力 大幅倒退 在俄羅斯和西方關係上 當然 如果這場戰爭結束的話 西方 都算是勝利 烏克蘭當然是勝利 最後的大輸家 都是俄羅斯 所以普京 完全是打錯了算盤 打錯算盤 就是因為他以為用閃電戰就可以 全面佔領烏克蘭的領土 臣服了烏克蘭 這個反抗的力量 誰知是錯了 這個教訓 這個教訓 對中國來說 都要吸取 當他去策動 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的時候 他要想一想 俄羅斯陷入這個戰爭的泥沼 會不會中國 都會重蹈覆轍 所以有這個說法就是 中國未必要用 硬的軍事力量 去統一台灣 他可以通過選舉 找他的代理人 在台灣取得政權 都有機會 達到統一的目的 接下來 2024年 台灣的大選年 兩個黨的候選人 已經推出來了 究竟 錄死隨手呢 我有機會 再跟大家 做詳實的分析 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筆長 繼續支持我心直後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1 3 4 2 6 6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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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